最近在国道上面有一桩车祸事件是格外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因为在警销救人的时候竟然是发现了车上有安全带插销 它能够当成假的安全带扣 让车子误判驾驶是有绑安全带的 但是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国道上休旅车撞翻在杂道口 车上驾驶乘客被甩出车外 近期这起车祸引发外界关注 就因为竟然在车上发现致命的NG安全设备 警销在这台车又发现了一个很关键的致命小物 这个在一般的72002店里随手都可以买得到 叫做安全带的插销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系安全带呢 你只要把那个插销给插上去了 这个车就不会哔哔叫 又叫做安全带销音扣 一插上车内的安全系统 就不会发出警示声响 更能误导车子以为有系上安全带 另外脚踏垫也不是越多越好 就有外媒报道 夸张的厚度会让油门踩到底 不会复位 更可能造成车辆暴冲 而隔热纸也是致命的关键 警方有强力的去抓 取缔这个未系安全带的一个状况 可是台湾并没有针对这个隔热纸的部分 有一些法令上的限制 因为全车玻璃黑到了底 所以也让这个不喜欢系安全带的一些驾驶 乘客 这个有机可蹭 闭光器和引擎盖电高器都在危险名单中 但令人更担忧的是方向盘配重快 你的车有自动驾驶 其他车没有自动驾驶 那怎么办 他说用这个来提醒你 每10秒15秒你就要去碰它一下 就是我这样上高路 10秒10秒就要碰它 碰完一下就会很烦 不然反正配重快 你只要把上这个之后 你就可以一路上 都完全可以不用碰它 只是马路如虎口 骗了爱车 安全指数可是大幅下降 一旦遇到事故 恐怕得不偿失 东森财经新闻 张张黄富翔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